哈囉大家好 我是虛羽 那我們今天來分析一下台港澳版明天要開的新的轉蛋吧 也就是我們這次的日版聖誕節轉蛋 這次開的轉蛋是希爾奇 希爾奇的話是這次的一個角色 他是有適應進化的狀態 一抽出來就是適應進化了 他是人類技巧型三維的畫質3302182126925 主動技CD6隨機轉5個炸彈C珠大特殊珠以外轉藍色珠 左下藍衝人珠5隨機轉5個炸彈C珠大藍跟特殊珠以外轉C珠 藍屬性點按字加1自身以攻擊力400%參加一般攻擊 CG的話是給予單體傷害威力是攻擊力的115% 一回合賦予敵方全體病毒50萬然後藍屬性攻擊力提升50 隊長技的話是藍屬性攻擊力提升20% 被動1的話是破長跟破綻 被動2的話是藍屬性在前頭時綠色珠轉藍爆彈掉落 掉落一個自身炸彈C珠特大 被動3的話是藍屬性攻擊力提升3000 點按次數加1暴風強化50 C珠生成縮短12 被動4的話是技巧型跟人類在前頭時 掉落一個藍破壞珠自身炸彈C珠特大 被動5的話是HP在99%以下時 藍屬性攻擊力提升3000 然後防禦力提升4000暴風強化50% 然後C珠生成縮短12 被動6的話是一回合破壞20個以上的傷害珠或障礙珠的時候 藍屬性點按次數加2 掉落兩個藍破壞珠跟自身炸彈C珠超大 所以他這隻的話第一個就是高倍率的握手嘛 而且他的攻擊機質也不算太差 然後隊長技又有在疊攻 所以他的握手倍率400%其實是很痛很痛的喔 不過考量到他的C技嗎? 其實我真的對於這種給予病毒的C技是很感冒啦 因為真的太多關卡都幾乎都還是會有防毒的這個被動齁 就是對方那個異常狀態無效裡面都一定有一個防毒 所以其實正常來說呢這個毒 通常都上不太上去 所以這個我會建議就是這個防毒的話 毒的部分就當作是沒有看到會比較好 那C技的話還有一個就是小屬性的小幅度的永久疊攻啦 那我就覺得還算OK吧 不過他的主動技本 他的被動本身是沒有掉這個掉C珠的部分啦 所以就是一定要打一個弱C角這樣 被動的話主要是在非常多的炸彈 第一個就是被動2會掉一顆 然後被動4也會掉一顆 被動6的話就是有狀態的時候又會再多到4個啦 就各4這樣各2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以一個常駐還會再做3格版面弱的能力來說已經算不錯了 那因為這個20個傷害障礙這個門檻還是偏高啦 所以就是一定在限制關卡的時候才會用得到 平常的話還是是比較不會觸發到被動6這個部分 再來就是他被動5 被動5就一定要壓血啦 就是也不用壓到很低但至少要被打 可是平常一般周回連這個被打一下 大家都會覺得有點拖了啦 所以你說這個99%以下嗎 通常啦可能用不太到 所以整個表現來說覺得主要重點還是在於他的被動4前面吧 所以其實啦以這個技能組來說 嚴格來講其實是算比較普通一點點 就如果你真的沒有很缺這個所謂的單屬性角的話 就不太推薦抽了啦 因為雖然說有這個超高倍率的握手 但要拉高他的火力的話還是需要一些別的資源來去幫助他 所以其實這一隻的話其實就到還好 沒有說一定要特別的去拚這樣子 那實際的應用的話我覺得 人類跟技巧型這套陣容 嚴格來說不會太好搭配啦 所以應該這個實際用用看的話應該也不會有太多好看的陣容 應該一樣也都是抱那幾隻的大腿上去啦 平常的話可能看到他上場的機會應該也是沒有到那麼那麼的高啦 然後就是簡單的對希爾騎這隻角色做一個小小的點評啦 那如果真的想要聽實際遊玩心得跟一些搭配建議的話 就等下一部片吧 那這個分析就差不多到這邊搞一個段落啦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那明天要考期末考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祝我明天期末考順利好不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